马上就要来到美国的独立日了 那在今天的节目里 与欣尧一起来了解一下 关于独立日的那些小常识吧 独立日是美国重要的法定节日之一 日期视为每年的7月4号 以今年1776年7月4号 大陆会议在费城正式通过独立宣言 独立宣言是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 1776年的7月4号 经大陆会议专门委员会修改后通过的 而独立宣言开宗名义的阐述 一切人生而平等 具有追求幸福与自由的天赋权利 并且是隶属了英国殖民主义者 在美洲大陆犯下的罪行 最后庄严宣告了 美利坚合众国脱离英国而独立 独立宣言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文献 通过独立宣言的这一天呢 也成为了美国人民永远纪念的节日 定为美国的独立日 那在7月4号的这一天呀 美国呢会举办许多活动 像是放烟花呀 花车游行呀 节庆游行等等 那各个家庭哈也会举办呢 烧烤呀 野餐等家庭聚会 除了这些之外呀 欣扬呢再来给大家说一说 关于独立日一些有趣的事情 大陆会议呢 是在1776年的7月2号投票赞成独立的 那在当时呢 约翰亚当斯是希望 在7月2号庆祝这个节日 但是呢 人们最终还是选择了在7月4号 因为呀 那是独立宣言正式通过的日子 在1776年的7月4号当天 只有约翰亚当斯 以及托马斯·杰斐逊 签署了独立宣言 而这两人呀 也分别就任美国第二任 以及第三任的总统 而充满着命运的巧合 二人呀是在1826年的7月4号去世的 美国呢 还有一位总统也是在独立日去世的 就是美国的第五任总统 詹姆斯·门罗 他是在1831年的7月4号离世的 而美国的另一位总统 卡尔文·科利芝 则是唯一一位在7月4号出生的总统 爱德华·拉里特奇 是签署独立宣言最年轻的人 当时的他呢 只有26岁 而本杰名富兰克林则是最年长的人 当时的他呀 已经有70岁的高龄了 在1781年 马萨诸塞州呀 成为了第一个 宣布了7月4号为官方周假日的州 而一直到了1941年 7月4号才被宣布成为联邦假日 那除了美国之外呢 菲律宾也会在7月4号 庆祝他们自己的独立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菲律宾呢 曾被日本控制 而美国和菲律宾的部队一起奋战 夺回了控制权 于是呢 他们在1946年的7月4号 获得了独立 而美国的好邻居加拿大呀 则是在7月1号呢 庆祝他们的独立日 那当人们读到独立宣言的签署者时 可能呢 会想到约翰亚当斯呀 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 然而呀 在当时呢 总共呀 可是有56位的签署者 那说到了独立日 放烟花呢 肯定是必备的庆祝环节了 美国人每年在烟花上的花费呀 超过了10亿美元 在2020年 有近16000人 因与烟花相关的伤害而住院治疗 因此哈 大家呀 在这段时间燃放烟花时 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 到了独立日 星条旗呢 是随处可见的 一些爱国的美国人呢 也会在家门口插上旗子 其实呀 最初的国旗呢 是有13颗星和条纹的 代表的呀 是13个殖民地 而今天的国旗版本呢 是在1960年 增加了代表夏威夷的第50颗星后 才形成的 罗德岛州的布里斯托尔呢 是1785年 第一次国庆游行的所在地 在1776年的7月6号 宾夕法尼亚晚报呢 成为了第一家刊登独立宣言的报纸 而说到国庆节哈 美国人最喜欢的食物 大家可以想到是什么吗 答案呀 是热狗 每年的7月4号 平均呀 会被消费1.5亿个热狗 那对于很多移民到这里的华人朋友而言呀 大家呢 则会选择在7月4号 趁着小长假呢 出去游玩一下 那星瑶呀 在这里呢 也是提醒大家 出门游玩的时候呢 要注意安全 也希望大家能度过一个快乐的小长假 好了 以上呀 就是今天美地军委会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你的一路陪伴 我是星瑶 我们下期再约啦 嗯 嗯 嗯 我就完全煮好 可以煮好 我既然是煮好 我可以煮好 乱零 所以就煮好 的是煮蛋 煮到煮蛋 煮到煮蛋 煮出來 感谢观看